这是你们的月影 结婚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保持自我 因为自己的运势和丈夫以及丈夫的家人之间 也会有很多的关联 所以可能会在运势和性格上都相互影响 有的人就会因此而过得很不幸福 因为大家冲突越来越多 那么像术里反骨高耸的女人结婚之后会幸福吗 其实反骨高耸的面相一般都是恶相 因为这样的面相会提升一个人的攻击性 也就是说现实中具有这种面相的人 攻击性都会更强 所以自然也就更容易跟人有冲突了 一个女人如果是反骨高耸的话 那么这个女人无疑性格上也是如此的 因为反骨高耸的女人的攻击性很强 所以结婚之后 其实不管是跟自己的丈夫 还是跟丈夫的家人之间的矛盾 都会越来越多的 这样的女人会经常跟她们有冲突 并且因为冲突越多气就越大 所以反骨高耸的女人跟家人之间的矛盾 基本上都是有增无减的 夫妻关系这方面 反骨高耸的女人无疑是不和睦的 因为本身这种人就是脾气暴躁 并且性格阴阳怪气的类型 同时这种人的丈夫本身也不是特别好的类型 所以结婚之后互相利益冲突越来越多 之后夫妻关系自然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和睦了 在感情这方面的反骨高耸的女人 本身对自己的丈夫也就不算是特别有感情 所以结婚之后 双方的感情自然也很难维持 这样原本感情基础就不算特别好的婚姻 最后无疑是很容易会因为矛盾越来越多 而变得越来越淡的 甚至没啥感情了 反骨高耸的女人婚后是不太幸福的 这种人本身自己的性格原因 再加上其丈夫的性格也不怎么好 相互之间的运势也不会有提升效果 同时反骨高耸的女人和丈夫的家人矛盾 也会日渐增多 这样的婚姻状况无疑是特别不幸福的 并且会越来越不幸福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和我一起传承组